小朋友一邊推到尖沙 一邊推到家裡有媽媽的感慨 大家在這裡聽過自己的硬件很香 縫燈怎麼這麼強 因為我以前回過 那今天縫這個是要做什麼用呢 不知道 是不是叫過端午節了呢 我倒進去 剛才目前的感覺怎麼樣 軟軟的 軟軟的喔 倫敗用給小朋友的粉十一沙 有兩杯沒米酒 開花期很美麗 但是米仔開始來的時候 所以讓人感到睡覺 今年在倫敗鄉 三個發展協會協助集合 修工到四公斤的米仔 好方特別邀請家庭來到後方 到今天製造肉粽造型的效果 我們做成了一個布娃娃 還有端午節印井的種子的填充物 那這是一個對環境教育的新思維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過程 讓學生讓家長讓社區 能夠對木棉花道更加的關心 而且對環境能夠一種覺知跟感受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棒的 藝術教育跟環境教育的課程 當地農民很困擾 因為棉絮四處飄 那但是優質生活館的董事長是覺得 他還是有他應該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們想讓農民轉個念說 棉絮是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成品 讓大家來觀賞 這位家長相處最多的卡 包括芫、麻藏、各種造型 都是利用不密密的作為材料 是可惜但是他可能還需要一些後續的討論 因為如果像我這樣在做的話 棉絮是真的非常容易的飛起來 那所以處理上是有一點困難 但是如果說要為了環保 像校長說的為了環保取捨的話 一點點辛苦還是有必要的 哈哈 沒有麵的麵最多的油 也最多的兩比花麵更輕蓬鬆 不過也因為這因素 在這幾個年中也寫四個杯 是要進一步來結束 不過在過去 讓人當作是飛起物 有這麼好的麵 現在有用途了 這也是海王和龍北鄉 三角發展協會 想要傳達的目的 記得在臉書中 請報道